朝野政党紧锣密鼓的 备战第15届全国大选 部分巫统领袖更呼吁 在今年内解散国会 不让在野党寄居实力 卫生部部长凯里强调 年底举行大选 可能和救灾工作发生冲突 不利于相关部门的筹备工作 凯里是在去年8月29号 受委为卫生部部长 当时临危受命来应对 Delta新冠病毒疫情 他今天在上任一周年 记者会上指出 随着疫情逐渐受到控制 接下来卫生部可以逐渐把重心 转移到其他的疾病和健康问题 当被问到有关巫统领袖指 即便水灾也准备迎战大选时 凯里解释了卫生部的顾虑 尤其考量到疾病传播的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凯里说过去避免雨季 举行大选离不开安全考量 而且大选期间需要动用的政府官员 也会被调到临时疏散中心救灾 至于用作投票站的建筑 例如学校和礼堂 大多时候也会被争作为疏散中心 因此他表明卫生部反对在雨季期间 还证于名 凯里相信首相了解在可能爆发水患的月份 举行大选将会面对各种难题和威胁 另一方面 针对一名自称参与治疗前首相 纳豆斯里纳吉的医生 涉嫌泄露患者的医疗状况 凯里强调 卫生部官员必须保守病人的资料 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 他已经下令吉隆坡中央医院彻查此案 一旦证实违规 当局将会采取纪律行动 绝对不会姑息 部长也澄清 纳吉作为病患并没有特别待遇 而他本身也没有插手纳吉出院的时间 一切交由专科医生定夺 医生近期内将和病患家属会面 避免引起任何误会和争议 监狱局今早发文告证时 纳吉已经从吉隆坡中央医院 转到交赖康复医院 接受治疗和进行复健 一旦医生批准出院 就会送返家影监狱服刑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